出锅一瞬间,就变成了大酒店的特色菜 快过年了,这要是放在年夜饭的餐桌上 立马让你秒变五星级大厨 家里有老公的,一定要让他学会这道菜 树上摘来的鲤鱼先用我这样的刀法 先把鲤鱼两侧,根据鱼的大小,偏制7到10片 每一片,再用剪刀剪至5到8刀 总共108刀,寓意着圆满和祝福 再把鱼复修一下,这样,形状会更加的好看 盆内加入,盐大葱和姜,再加入两个柠檬片 用我的小白手搅拌均匀,腌制10分钟 这样会去腥,还会更加的入味 酥脆好吃的关键,就是用这个小酥肉脆皮粉 泡好的鲤鱼擦干水分 每一根鱼肉都要均匀的裹上脆皮粉 油温5成热下锅炸制 左右晃动,让每根鱼肉都能够漂浮上来 定型以后,鱼肉翻一下身,中火请炸8分钟捞出 好吃的关键,就是这个调制好的糖醋汁 只需要开锅熬制粘稠,淋入适量明油 浇在炸好的鱼身上即可 酸甜酥脆的筋包柿子鱼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只要家里,还有一个老公,你就让他看一遍 以后不用出门,在家也能吃到大酒店的特色菜了